7月9号晚,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收官,而尤其延伸的留学相关话题却热度不解。 11号下午,导演姚晓峰,协主演《隋红雷》等主创团队在北京分享留学干点,提醒家长要理性选择,不要盲目跟风。 《带着爸爸去留学》出品人,总制片人张树伟曾在海外留学10年,每次回国都会被家长问到自己的孩子是否适合出国留学。 但这种问题其实往往给出每个家庭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取决于孩子本身,取决于家庭的环境,取决于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 所以在当时呢,留学了几年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带你留学》,也是讲述了出国留学这个事情,怎么客观理性地去面对,而没有忙碌地追寻留学热潮。 在留学生群体中,有不少是妈妈陪孩子读书,爸爸却在国内工作,孩子吃闹过程中,有很多家庭式萨偶式教育,父亲严重缺位。 当然姚晓峰就曾面临同样的问题,2015年,自己16岁的孩子提出海外求学的想法,紧紧考虑,他还是将孩子送出国门,中间有反复,有挫折,有欣喜,也有泪水。 那为什么会选择孩子出国留学?那么孩子为什么会选择?大人为什么会选择?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在我的片子里,我觉得对我自身的体会作为一一的剖析,也希望这些东西,这些内容,这些剖析的内容能给现在正在经历青春期和经历高考和留学选择的这些家长和孩子给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出院人妇的孙宏雷表示,世上没有天生的父母怎样和孩子相处,打造更好的家庭关系,是许多人都要面临的一个社会性话题,而留学生中的丧偶式教育,无疑提供了错误的示范。 从孩子到国外,一直到毕业,一直到孩子叛逆妻子到来,到谈恋爱,好像这个妈妈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然后父亲自己在中国,可能要工作啊,要赚钱啊,然后这个家庭就散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对孩子的教育,你这个留学有什么作用啊,你父母都缺失了,家庭都不是江青,也还谈什么教育。 孙宏雷表示,现在中国家长富足了,有能力为孩子提供家长们认为更好的教育,但是要不要留学,怎样留学还应谨慎考虑。